目前遭到热浪席卷的欧洲 尤其是那些位于南部跟东部的国家 几乎天天都处在40度的高温 而且这样的气温预计将会持续到下个星期的 热死人的这个天气在波兰跟罗马尼亚 已经导致至少两人死亡了 而这一波的热浪也迫使那些已经到访欧洲的游客 他们必须要修改自己的行程 去选择参观室内的景点 在意大利的葡萄园 更因为天气的关系提早成熟 蓝天里没有一朵白云 40度的高温到访的西班牙旅客 除了随身携带水平 洋伞 帽子 太阳眼镜和扇子也是重要的配备 别说人类受不了高温 怕热不怕冷 又就厚厚脂肪层的北极熊 高温天气更是一个大考验 在匈牙利首都的一家动物园 里头的北极熊也只能长时间泡在水里游泳 不过它抱冰入水的画面 倒是十分逗趣 在热浪离去之前 管理员也只能为北极熊的住处 多放一些冰块 以及提供解暑的冰冻西瓜 镜头转到意大利北部 当地的葡萄园 因为受高温和该旱天气影响 眼前这一串串肥美的葡萄 都提前成熟了 葡萄园里的员工 也比去年早十天投入收割工作 就这样一篮接着一篮 满满新鲜的葡萄就从原理运送到加工厂去了 尽管葡萄的收成期比往年提早了 但是产量却削减了一成至一成半 不过酿制葡萄酒的业者认为 这些提早成熟的葡萄 品质因为气候改变反而提高了 其实产量减少 估计今年可以酿出品质更好的葡萄酒 我们下期待的葡萄酒